集中棋 怪不光 毫无事不作入海 人生在世茫茫碌碌 流汗处理早出晚归 毕生老翠不养无愧 心情愉快 小口常态 天一亿万载 人生不过败 别作非分享 莫贪富一财 高楼大厦千百间 不如树香满楼市 宁静散播种之远 离近万难心间 好苦心 段入海 人生在世茫茫碌碌 流汗处理早出晚归 别生老翠不养不愧 心情愉快 小口常态 好苦心 人生在世茫 带人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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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大吼大叫的干嘛 帝妃娘娘 你在王府这么多年 难不成连这都不懂啊 问官座堂 牙役齐喊威武 这是历朝历 代言传下来的规矩 你们三位见了王爷 怎么还不跪下 蓁儿 你少在这儿胡驾胡威的 当心娘娘我改面扒了你的皮 王爷 您看这个犯了罪的贵妃 她好不凶悍啊 你派蓁儿做当堂执事 她 她居然胆敢说要扒蓁儿的皮 这又是藐视公堂 公然威胁的重罪 惠妃 你少在王爷的公堂上 多嘴多舌一再地插嘴 是啊 惠妃 人家蓁儿 她是王爷公堂上的执事 你呢 一又不是工堂上的执事 二又不是人犯 你凭什么在这儿七水八舌大吼大叫的 王爷 您这就把贵妃给撵出去嘛 对 王爷 把他给撵出去 把他撵出去 王爷 你收起了 衣袋 您这个按摩 他这个一次 不行 刚才说 让他驾开 你 principalmente 齿 用耳朵听 不准说一句话 我说贵妃 立妃 明妃 众牙医 在 贵妃 立妃 明妃 再不答应 你们就准备大板伺候 伺妃 贵妃 立妃 明妃 在 在 你们三个串通好了纳会 卖官御决 本决当场得逮个阵着 这是仁张巨户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呀 王爷 咱们三个都还没商量好呢 怎么说咱们串通了呢 是啊 王爷 那钱可东带来了三百两银子 咱们几儿塞 连编都没摸着 算哪没人纳会呀 是啊 王爷 那三百两银子 原来是王爷 您自个儿收起来了 该不会王爷您也纳会吧 不说 明妃 本决是当堂拿户你们纳会 卖官御决 这五百两银子 是本决 一工没收 另有正当的用途 王爷 您说咱们卖官御决 请问 咱们卖什么官御决呀 是啊 王爷 我们要赢钱 Vamos 他还可以找充满 就是 这五百三银子 都是 合法 百八三银子 这五百三银子 是 大佬大佬 又再提上工堂 林九该问得下去也要问 问不下去还要问呢 王爷 您说话呀 王爷 您倒是说话嘛 咱们姐儿三到底犯了什么罪呀 是啊 王爷 咱们姐儿三个 一没串通 二没纳会 三没卖官欲绝 您又依什么朝廷欲罢 将咱们三个打入大牢 又拉到公堂上 还说问什么罪赐什么死啊 王爷 哎呀 惠妃呀 本爵不是不让你说话 你违抗本爵的旨意 本爵要重重地治你的罪 对王爷 重重治他的罪 王爷 重重治他的罪 王爷 对王爷 可以 做什么 你这是何事 他想想想要 你 他想多了 所以王爷 他不想说 他怎么知道 他怎么样 你就 exponentially 那你應該當場把咱們倆放了嘛 呦 怎麼你們兩個聯合起來 打我這落水狗 想要王爺把我刺死 我叫你們做夢也休想 王爺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呀 明飛 王爺 您應該記得吧 您我新婚那夜 您跟陳婚那夜 您看陳妾這麼說來的 陳妾可以一連三次 您都恕陳妾無罪的呀 啊 這個 這個 是彷彿有這麼一檔事 本覺已經記起來了 王爺 您當真不記得也沒關係 您那夜還寫了一張字句給陳妾我 虎子 在 你這就拿給王爺 念給他聽聽 是 明飛愛情 你真是標誌 本覺愛你那大大的眼睛 小小的嘴 白白的皮膚長長的腿 本覺愛上了你 奈願今生今世 永不分離 哪怕你犯了滔天大罪 本覺也可饒你三回 王爺 你怎麼可以寫這種肉麻的字句給明飛嗎 還說要饒他三回滔天大罪 陳妾伺候您這麼多年 連這種字句都沒有得著 我不管 慢著 王爺 我不一 我不一嘛 您剛才說過的 這惠妃只能站著聽 不准說一句話 要是他說話的話 你要重重的治他的罪 這個 快飛啊 你不遵從本覺的旨意 本覺要重重的治你的罪 王爺 我不管嗎 你有寫一張字句給我 你有寫什麼 你有寫 你有寫 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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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現在大鬧公堂 歐如 王爺 您還把王爺推到地上 你們瞧 你們瞧瞧啊 這王爺都憋出氣 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是嗎 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這王爺不能說話 貴妃娘娘來宣旨意 我說譚大功 微臣在 虎子 在 貞兒 在 巧兒 巧兒在 貴妃娘娘毆辱王爺 犯了大不禁之罪 你們把他給我撵出宮去 是 是 七中七 什麼 我父王把我深圳母親 會妃娘娘 給趕出王府了 殿下 這是由金州那邊來的消息 千真萬確 一點都不假呀 這 這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啊 不 為臣聽說 這個 會妃娘娘一時清急 當堂抗旨 跟王爺吵起來了 同時還有這個 貴妃 明妃 麗妃 三位娘娘 衝動一條塑就 就 就 准是王爺 一時動怒 在無可奈何之下 就把會妃娘娘給逐出王府呢 哎 吉思人 在 這會兒 你知不知道 那會妃娘娘會在哪裡 以微臣的這個揣測呢 會妃娘娘離開王府 現在很可能是在 從金州到鹿州這個圖上 康公公 咱們走 哎 那個王子殿下 您要把康公公帶到哪兒去啊 我 我要把康公公跟我移到直奔那個金州 移上那個會妃娘娘把它接到這兒來住啊 對對對 殿下 咱們哪 到半道上一定就能迎接得到會妃娘娘 可是殿下 現在陸州我們這邊也沒有準備那個 現在 你 殿下 誰 這 這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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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 這 焦牛柔牛啊 你們怎麼還沒走啊 殿下 剛才我們已經跟奶媽說好了 奶媽讓我們在這王府住一陣子 不久了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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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行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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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您不是把我爹關了三個月的牢嗎 那剛才奶媽已經答應了我們 讓我們在這住三個月就便照顧我爹 是啊 殿下 咱們在這住下順便可以照顧我爹 另一方面還可以伺候 伺候我 好 是啊 殿下 之前咱們年紀小 咱們啊 可是什麼都會做哦 殿下 比方說 這洗衣裳啊 燒飯什麼的 咱們都做得來耶 還有 殿下 咱們可以替您收拾屋子 這鋪床疊背 另外啊 還可以隨時替您的使喚 細心 是叫上桃花韵了 唐姐 殿下 你明明知道本权 现在心里很烦躁 你还在那边满口胡说八道 是是是 心烦哪 殿下 殿下 您什么事让您心烦呢 这 叫 叫妞啊 这殿下这会儿心里烦的呢 是因为 是王爷把惠妃娘娘 王爷把惠妃娘娘怎么样 怎么样呢 姐姐 是是是 娇妞柔妞啊 这 这会儿啊 殿下正忙着 要到陆珠到金珠的路上 去接惠妃娘娘呢 那殿下 我快儿去睡 陪你睡吧 不行 不行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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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娇妞柔妞这姐儿俩 自告奋勇的这一片诚心 您忍心 不忽负他们姐儿俩呢 一看得紧看呢 您就 免了看得紧这趟差事 干脆呢 就让娇妞柔妞他们姐儿俩陪您去 是啊殿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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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知道 这打这儿到荆州啊 这一路上 有好多好多好玩的地方 咱们可以陪您一处一处地逛 一处一处地玩 是啊 殿下 咱们可以把好玩的地方 通通玩得够 对了 殿下 咱们这就陪您一边走 一边逛 我会打猎 对了 龙牛还会烤肉 咱们可以 把打来的什么鹿儿兔儿 还有野猪什么的 把它杀了 烤了来吃 那味道有多鲜 有多美 殿下 咱们这就走 这就走了 走 走 殿下 殿下 焦牛柔妞啊 这 这本爵实在是不能带你们去啊 这 这 殿下 您为什么不带咱们一块去嘛 焦牛啊 不是本爵不带你们去 实在是本爵不 殿下 人家好戏好意要陪您去 您怎么这样子呢 好了 柔妞 咱们别理她 既然殿下 不让咱们陪她一块去 那 咱们就 一步一步地跟着她的后头走 对 咱们就跟在她后头走 看她怎么把咱们给撵回来 不行啊 不行啊 殿下 殿下 我实在是不能带你们去嘛 这 这 焦牛柔妞啊 你们不是要照顾你们爹吗 是啊 哦 哦 殿下 这么说 您是答应让咱们姐儿俩 住在这儿咯 是吗 坐坐坐坐 坐坐 哎呀呀呀 殿下 这焦妞柔妞 既然留在这儿了 这会儿啊 咱们该启程去迎接慧妃娘娘了 这 好吧好吧好吧 疾死人啊 殿下 这 南山毛岸很顺利就解决了 是 这 这 这路舟城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是 不过这路舟百姓啊 是 这是好送散斗 对 你千万要小心 我知道我知道 臣知道 殿下 殿下 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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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看 那是什么啊 谁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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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鸡死人了吗 这 石 先喝酒 先喝酒 来 吃 谢谢 谢谢毕师爷 谢谢 走走走 带上来 快点快点 施小三 在在在 我找个人来给你做饭了啊 是 是 是 谢谢八爷 是 谢谢八爷 是 谢谢八爷 走走走 谢谢 谢谢 这这这 这位爷您是 我是毛族的头目爷 卫福界 哎哟 这原来是毛族的大头目爷到这来了 哎 这 多目爷 就这那边的草质 哎 这边的草干 您就将就点 是我这干地铺吧 哎 谢谢 小三 毕师爷 小三在这伺候您的 在这伺候您 酒啊 是 是 毕师爷 小三 这跟您 真酒了啊 嘿嘿嘿 哎呀 哎 哎 嗯 嗯 哎呀 这 毕师爷 这我看您是 酒足饭了 是不是该去睡个中午觉了 嗯 嗯 这儿回你扫了啊 哎呀 谢谢毕师爷 谢谢毕师爷恩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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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列位列位啊 毕师爷现在要睡中午觉了啊 列位最好是别出一点声音的啊 嗯 我看我看我看了 老婆爷啊 你看我看你 玩儿子 要看你 好 我看你 好 我看你 我从来没吃过剩菜 是是 头目爷不吃剩菜 对对对 这都堂上了头目爷 不吃别人的剩菜 是啊 我问你啊 是 柯碧团的那个是什么大官 大官啊 头目爷 他是跟咱们一样 红鸭的人败 他也是在鸭的人败 那可是 是 这 头目爷这您有所不知啊 他呀 就是鼎鼎大名的碧师爷啊 他是最能够喜欢帮人大营官司的 这个随随便便着直直点点 就能够进账十两二十两银子 哦 而且他把他这进账的银子 和咱们这个大牢头金十八平分 所以他在这儿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 这上上下下有谁不进他三分呢 嗯 呵呵 那那你是他的手下了 不不不 那好 头目爷 就我是在这儿 是 就在这儿圣店 伺候伺候 毕师爷 每天呢 乘蒙汤 什么就剩菜 剩酒 小三人呢 就除个吃喝罢了 哦 你你你也是 是 应了什么关系来的啊 哎 头目爷 不瞒您说啊 我是临阵师傅 被逮到这儿来坐牢的三只手 啊 你你你 你有三只手啊 哎 是 头目爷您瞧瞧啊 这一般的平常的人呢 只有两只手 那我呢 哈哈 那偏偏是多了一只手 能抓您的项链啊 啊 这这 这怎么会到你手里了 哦 原来你是啥手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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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毕师爷 毕师爷 嗯 嗯 毕师爷 嗯 哦 金老头啊 那个焦的奶奶来看你了 焦的奶奶 嗯 哦 您说是那个陆中首富焦的寡妇 嗯 哎 我听说她有独生子叫焦沃南 奸伤了人被抓到这儿来的 哎 是啊 不是这个有钱的焦的寡妇还有谁呢 呦 那是一笔大买卖 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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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大买卖 她为了要救她儿子的命啊 你看好了 她存千上万的银子一定是望外拿呀 嗯 那就赶快请吧 是 来来来来来 请请请 请请请 老嬷 老嬷 先生 ihn 请坐啊 这位是 哦 瞧瞧奶奶 这位就是这个神迹妙算 连这个天塌下的官司 都能打得赢的 毕师爷 嗯 好像毕师爷他自个儿的官司 反而打输了嘛 瞧瞧奶奶 你怎么知道他的官司打输了呢 如果他的官司要打赢的话 此刻他会在这儿吗 哎哟 瞧瞧奶奶 有所不知啊 这个 他是在这儿办这个 机密大事 瞧瞧奶奶 我要是 在自个儿家里出出主意 给人家打官司的话 所谓多走夜路是必定遇到鬼呀 说不定哪天 我要是给人家搬出来 哎哟 上了公堂 官家那边一班旧账 哎哟 那我的脑袋可还是保不住了呢 嘿嘿嘿 所以喽 他就啊 动个脑筋犯点小法 关到这儿来 因为保险呢 连那个最精明的官府啊 都想不到 哎哟 嘿嘿 毕师爷会在这儿这个 办这个机密大事 嘿嘿嘿嘿 嗯 那这么说 毕师爷 这个判罪坐牢 也是他的神机妙算精心的安排了 这 哎 瞧奶奶奶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金八 在 你知道我自有一儿两女 你 我今儿就是送我儿子 进大牢的 是 你预备把他关到哪儿啊 哎哟 瞧瞧奶奶 这个就得罪您了 哎 不管谁到我们这儿啊 即便是天王老子 也得矮半截儿 嘿嘿嘿 对不起 大少爷 待会儿你呀 就凑我在那边睡啊 哎呀 你你娘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你你看这个房间 又又脏又臭 而且 你们两个好可怕 娘 我不要啊 哎 畜生 你娘 你怎么打我呢 你都忘了 你是犯的什么法 判的什么罪的 你都死到临头了 又嫌这屋子脏 又嫌这屋子臭的 何花 咱们走 是 大奶奶 哎 娘 娘 娘 你不能走啊 你不能帮我留在这儿 我不能帮你做啊 儿子留在这儿吧 哎 焦我男子 你做的事儿 王法家法一概难容啊 我们焦家 可是名门望主的 善良的百姓 今儿我是看着 我们母子的份上 我才跟何花把你送这儿 送这儿之后 你也再不是我们焦家的后代 也再不是我的儿子了 该杀该垮 任凭王法的处置 走吧 行吧 把他关起来吧 谢谢大三爷 你请嘛 来来来来 我送你 我送你 金巴您 嘿嘿嘿 这杯茶水钱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让您 悄悄地去把毕师爷给请了过来 嘿嘿嘿嘿嘿 哎哟 这个何花姑娘 你这不是说到见外的话吗 哎 只要焦了奶奶吩咐 我金巴只有两个字 早办 何况啊 还收了这个茶水的钱 这种赏钱拿了我怎么敢讲够不够呢 嘿嘿嘿嘿嘿 那就要请你等毕师爷来了之后 顺便爷把我那个不孝的儿子 也给带他这儿来 哎 是是是 我 我这就去啊 来 请请请请 请请请 好 好 闭嘴啊 老您的打架啊 对了 金八爷 您这样做 会不会让人家起疑心呢 不会 不会 我们金八爷可够机灵的 他早就安好了伏笔了 他答应了卫福建 说把大少爷那个求使换一换 免得他瞧见了新坂 那他又吵又闹的 有了这个伏笔啊 我就光明正大地把大少爷接到这边来 那就没问题的了 毕师爷办机密大事 不惜躲在这个大牢里头 这也不怕别人把您绊倒 我听您这么一说 我也就明白了 我营救我这个沙头判死罪的儿子 我总不能当那些犯人 公开的跟你们二位商议啊 是是是 所以我才把你们二位请到这儿来啊 是是 焦大奶奶 您说 您想营救您这个焦大少爷的性命啊 是啊 您知道她犯了什么罪吗 我 我是广知道她犯了什么罪名 可不知道她什么样经过呀 这详细的经过 得要她自个儿慢慢地说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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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保证地打赢官司 让我娘带我回去啊 那是可以 不过 有一样啊 你得什么事都照实跟我说 一点都不能漏掉嘛 傻儿子 你一定要相信跟毕师爷讲清楚 嗯 这样她可以在官府里的找漏洞 抓到关键 可以就你这条小命 也可以把这场官司打赢啊 好 好嘛 这这讲就讲嘛 嗯 毕师爷 反正啊 那天我一一眼看到令狐娟 我我我就喜欢她了 令 令狐娟 令狐娟是 是 这个令狐娟呢 就是被这个毕大少爷 失所勿撒的那个姑娘 那 那是不是那位告老还乡 令狐四郎家里的什么人啊 是是是 就是那个四郎的小女儿啊 是 她家就住在汉王子刑宅的后边啊 是是 这个后院这个跟刑宅啊 只搁那么一道墙 还开了一个原动门啊 这可以啊 这个出入的 哎呀 糟了呀 哎大少爷 你怎么偏偏惹上那么一家 这么难缠的人家呢 哎哟 我看我这个案子 我是办不了了我 哎呀 啊 娘娘 她说办不了啊 你 你看该怎么办嘛 哎呀 我的傻儿子 这有钱都实贵 亏磨呀 哦 人家不是说吗 才子的银子 苦了儿子幸福 有什么了不起 有顶多花点钱吗 有什么办不得的事啊 才子的银子苦儿子幸福 哎 对 大少爷 你再往下说说 再往下讲 就是那天晚上 我往九天旋旅宫 我就眼睛就看上了令狐娟 我就叫 他叫 你打听他的住处 那 那 叫 就带着我到 到他们家粉墙外头 然后 然后 就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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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女儿 之后 约约约妞 这两丫头 要死了哪里去 小姐 没事 小姐 小姐 我 我是给你送好东西来的 你看 这金镯子 你好大带你 救命啊 你走 我哭命的觉儿 好苦的命啊你 你们发现了什么事 我们家谁懂谁 谁 谁掐上我们的小姐 谁在哪儿 在那儿 在那儿 人家在那儿 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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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我 我 我叫 焦伯南 住在 焦伯南 焦伯南 殿下 这焦伯南 就是路舟首富 焦寡妇的独养儿子 什么 焦伯南 你说 你是不是 掐死了我的女儿 掐死了 我是怕她嚷嚷 我就捂了嘴 这 大胆的尽围 强行不成 你居然下毒手 就夹死我的女儿 老夫 老夫就 夹死你 立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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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国法 这焦伯南 行抢未遂 行凶杀人 指这 就是杀头的罪名 让本爵带回去 立刻深谈问案吧 多谢殿下 公众殿下 带走 是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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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你死了 太冤枉了 你死了 这 我哪有 知道 杀手 你死了 你要走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来 当阅伯大人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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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片心哪 可是我比某人 这实在是无能为力 哎哎 无能为力 毕师爷 您这是在打对堂鼓啊 贺花姐姐 你们家大少爷犯罪的经过 你刚才不是听说了吗 强暴未遂 行凶杀人 又被施主灵狐四郎 甚至于王子殿下 把亲手抓到 哎王子殿下 也曾经跟别人说 我要立即判他死刑的 像这样铁岸如山 就天王老子也挽回不了啊 毕师爷 您大概还不大知道 王子殿下 为了我这不孝儿子 这桩误杀案 他一连两次生堂审问啊 哦 哎 那我说教大少爷 你说王子殿下 他连这两次审问 他经过情形是怎么样的 这头一次 我供出了交奋 第二次 王子殿下 就把交奋给你逮了来嘛 就叫他跟我当面对质 那交奋他怎么说呢 交奋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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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我怎么样遇见令狐小姐 我叫他去打听令狐小姐 还有他陪我到令狐小姐姐家里去 这全部情形 他都想想细细地说了 就那么回事啊 嗯 哎哟 教大奶奶你可听见了 王子殿下两次审问 这不但没有丝毫可撑之机啊 他反而多了一个罪证缺拙的证人哦 那 毕师爷 嗯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官司上着手啊 你是叫我这个不孝的儿子 放那桩案子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误 最后判一个冤狱 那他已经是 哎哟 此路不通啊 毫无期望了啊 那总该有别的路子 哎 哎呀 难哦 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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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毕大奶奶 恕我毕某直言啊 您要是 想救大少爷这条性命 嗯 那 除非是 除非怎么了 除非什么 除非是我们金八爷 他有包天的胆量 有雷霆霹雳 能食破天津的使出手段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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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师爷 您要我��ird身家性命 开了大牢把少爷给勾走了 哎 哎 您还 您 您 刚 呢 给他们钱吧 给给他们多一点 好好把我放进去 跟你回家嘛 大少爷 你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吧 那个令狐侍郎啊 因为这个爱女惨遭横死啊 非常的震动 就请准了王子殿下 在三殿之内 要把你斩首示众 而且从你进监狱那天起啊 在监狱外边啊 就有他们的家人在监视着 这个城门口呢 又有王子殿下的人 在旁问这个莱武狂的行人 是你去擦刺也能飞走 除非是这个这个 除非 毕师爷 你又想到什么妙计 你就快点说呀 对呀 您快说 毕大奶奶 我是忽然之间呢 我在脑子里头 闪过一道灵光啊 好在大少爷行星之期 还有三天呢 要是在这个三天之中 让老毕某想出那么一个计策 能想得出一道礼带桃江 让大少爷经常夺合之妙计呢 毕师爷 您是要我们再等等看了 嗯 嗯 嗯 等等看 哈哈哈哈哈哈 等等看呐 哈哈哈哈 万一脱天之性 让我能想出一个 哎 我想出一个好办法 让大少爷能 离开这个地方 那 给你 那 我這 那 那 那我們也只好缺制不公 那受之有慧了 總之一切 就要拜託二位 勞神勞力 這要是事情辦成之後呢 除非我以前答應畢師爺 那一棟房子 還有八十兩銀子 另外我再奉送四百兩銀子 四百兩銀子 至於二位怎麼樣分法 那要看你自個兒做主 是 金巴 在 你預備把我兒子關到哪兒啊 這樣子了 打勁給啟呀 這少爺就跟著我吃跟著我住了 不過少爺你可記住一句話 要是有人進來擦肩的話 你就說我剛把你調出來問話的 一定要這樣說啊 對 好了好了兒子 你就安心的待著金巴葉這兒 是是 娘 好 進一會兒 走吧 是 大奶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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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